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一些反应 一些效益 好 谢谢您 吴组长你好 陈专严你好 那我们吴组长 你们两位都是在经济方面的专家 自从签订了ECFA协定以后 有没有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 是什么 效果是相当的明确的 你说是不是有立竿见影 因为这种经济的影响是随着时间的增加 它会越来越看得出来 不过即使这样 目前也有很多很多的迹象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这个ECFA在6月29号签订 然后在9月12号生效之后 那么有带来了一连串对台湾的经济 等于是说有人说是维他命 有人说是台湾的经济活水的泉源 这个很明显的ECFA今年之后 对台湾不管在贸易上在投资上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首先从贸易上来讲 我们今年1月到8月份 我们台湾的进出口贸易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9.4% 将近一半 那么其中我们的出口也增加了48%左右 我们的进口也增加了50%上下 所以对贸易方面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增加的效果 那在投资方面 那么我们政府就在ECFA签订之后 因为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台湾由于ECFA的签订 使得大家对台湾觉得说 台湾这个经济整个糊落起来了 台湾特别是面对我们这么大的一个 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么一个大的市场 我们现在等于是双方都能够自由地往来了 所以在投资方面 我们政府就在今年的9月21号 就是上个礼拜 在台北办了一个叫做投资台湾高峰会 这么一个等于是国际招商大会 在这个招商大会里面大概有六七百个人的来宾 从世界各地各个角落到台湾来参加这个招商大会 在这个招商大会里面呢 有二十七家国际性的大公司 就所谓的Multinational的公司 那么跟我们的经济部的部长 施部长签了所谓的这个叫做投资意愿书 就是叫做L.O.I. Letter of Intent 那么有二十七家公司跟台湾 就在这个商大会中就签订了一个投资意愿书 那么他们这二十七家 那么签了之后 他们对台湾的投资 他们允诺对台湾的投资 就有达到新台币有1082亿 这个金额 这么大的金额 那么同时 这二十七家他们签的L.O.I. 里面呢 也承诺对台湾要增加雇佣员工 就一万两千人 所以这都是所谓的 就像您刚刚说 有没有看到效果 我想这都是其中的很明确的部分 我知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签订之前 好像我们就跟新加坡就有了一个商业商务的协定了 那就那个还没有 就是说已经有的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效果 6月29号之后 那么马上新加坡就跟我们政府就有了一个双方一个共同 就是宣布说 我们会进行新加坡跟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 你看 那么那个洽签的一个可信性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知道我们的陈专员是在这个商务上 是非常资深的经济主非常资深的 那能不能对我们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些商人 或者我们的侨民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说 我们在这边的商人或者是这个华人的同胞 应该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回应 对这个ECFA 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准备 或者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能不能跟我们提一下 没有不要 那我也想应这个ECFA 那在今年以来我们商务主义 安排很多返团回台湾 那包括一些 例如说 华裔不动产专业协会 在今年五月份 在520的时候 总统就职等于两周年 也率三几个 等于是来应应 经济部有六大新产业 其中一个休闲观光产业 他们去 还有一个绿能产业 他们去了解这个 整个投资环境 那在单产也承诺了 已经就是 购置了台湾的这个 关于绿能产业这些房地产 也有非常很好的成绩 未来且在这个订单 就是说等于下单 这个决定采购这个商机 也有将近三亿以上 那这是一个 其中一个例子 那另外 刚刚我们的助长提到 这个朝三大会 在921号 那我们洛杉矶也积极 恰邀下去了 这个跨国企业 到台北去 那例如说 那我们这个 南加州 San Diego 一个叫 Qualcomm这个 这个产业 它是智能手机的 这个晶片 它也成为 在台湾市的研发中心 那北加州 这个San Jose 这个地方 San Jose HP 它要提升台湾的研发中心 成为亚太的研发中心 HP研发中心 还有一些应用器材 Aprime materials 那这些 这些大厂 这次 刚刚武转讲 27家 跨国企业情署 那在我们的辖区 美国有八家 那我们的整个家座 就有六家 刚刚我讲的三家 四家 是典型的代表 那这些 那这些 就是 平常我们工作 努力的就是这些 这些对象 那当然 一些重要的事情 像华裔的 不动产协会 还有一些 云端计算 还有一些电动车 产业 什么风力发电 这些产业 也是我们目前 结束的对象 那今年 看起来 这个成绩是 是一直往上加温 所以越来越好 那我们就是 乐观 未来会有更好的 一个表现 我也听说过 好像上次 他们不动产协会 像徐玉飞会长 他们回去 带团回去的话 成绩非常棒 在台湾已经签了很多月 他回来 我们也正面 他也非常 非常谢谢我们 帮他的一些安排 那么吴图长 你们这个359的话 在洛杉矶这个地方的话 平常跟我们的这个 华商 或者是我们的侨胞 做些什么样的接触 和协助 平常的你们的业务 会对于我们的华商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在洛杉矶这边 我们的台商是蛮多的 那么 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 在这个进出口方面 或者是银行金融界方面 或者是这种 所谓这个distribution方面 这些 经销商方面 所以我们商务组方面 我们跟他们联系 非常的密切 除了透过一些 他们的组织之外 比如说像台美商会 我看你也知道 台美商会 还有玉山科技协会 还有这边跟台湾 来往非常密切的 叫做华美资讯协会 旅馆协会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固定的联络的对象 那么在个人方面 那么我们 因为在台湾 每年大概有 在我们的台北的世贸中心 每年大概有 将近20多个 专业的这个国际展 那么我们都会有一些 对这里的特定的一些 一些大的进口商 重要的进口商 我们都会邀请他们 比如说还帮他们 复担一些 有的是复担机票啊 有的是复担旅馆啊 有的是 我们还会帮他们安排 除了去参观我们商展之外 还可以帮他们安排 跟特定的 他们想要见面的一些 台湾的供应商啊 合作伙伴啊 帮他们安排这些 这些约会等等 所以我们跟这边的台商的 互动相当的密切